被同事和领导都排挤 说明你已经是很孤立了 这种情况的话 你一定要去反思自己 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是因为你的某些行为 破坏了别人的利益 还是说你的能力实在是太差了 是猪一样的队友 你总之要去检讨自己 如果自己还是不清楚 是什么样的原因被排挤的 那么我建议你主动谦虚的 拿一个本子 先去找你的领导 照个镜子 让他给你一个反馈 你就觉得自己好像做得很吃力 在这里工作有点也不是太开心 你就说我总觉得 我自己应该身上有很多的毛病 但我真的不知道 我哪里需要改善 我很希望知道 我到底我是哪方面 就是做得不够 我要赶快去提升他 因为长此这样子的话 我一定会给团队 成为一个猪一样的队友 你就自己直接破百嘛 这个时候领导会看到 你是真诚的向他要反馈 一般都会告诉你的 所以你一定要知道 这个结果的背后 一定不是属于一个很简单的 一两点的问题 冰冻三死非一日之寒 所以不要脱了呀 更不要莫名其妙去离职 离职以后 你可能还会犯同样的错误 再次会被别人给排斥 就自己即使是死 你也要知道死在哪里嘛 你再吃一切斩一致嘛 能够在这个团队改变的 那么就去改变 从哪里跌倒 就从哪里爬起来 如果在这个团队很难改变呢 大家已经成了固有的印象 你觉得也不太可能改变了 那么换一个地方重新开始 不要犯同样的错误 其实有的时候 人不可能完全没有感觉的 一定是知道 有些地方别人不喜欢 但是呢 真的这句话 从别人嘴巴说出来 他心里其实是接受不了的 别人也知道你接受不了 所以人家也没敢跟你讲啊 也就是跟你保持距离而已嘛 所以如果你能做出 这种姿态的话 至少我觉得是很多好的领导 最欣喜想看到你的 你能够主动